以往有著鞦韆、沙坑、滑梯的公園 现在却变成一座座罐头邮聚的集散地 有家长忧心会加剧孩童发展迟缓 专家告诉我们 多元的环境将带来多元的刺激 对孩童的发展也越好 因为感觉的刺激 能为神经系统提供发展的养分 像是荡秋千、溜滑梯 可以刺激前庭爵 帮助孩童稳定情绪 改善注意力不足 另外像攀爬架 则可刺激本体爵 训练关节与肌肉的协调 至于孩童常玩的脏兮兮的沙坑 能提供触觉刺激 可以降低敏感度过高 进而稳定情绪 然而 如果我们的公园都长得一模一样 等同失去多元的感觉刺激 剥夺孩童获得更好发展的机会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